大家好,又是我冬菇,一起煮靚湯 今天煮的是豬扒骨的木瓜湯 豬扒骨很漂亮 凍水的情况下出水 不好意思,我的锅底有点疼 不过不要紧,把出水的猪骨放在锅底部 我们就拿一些湯蛋 这些就是肉粥 这些就是雪耳 这些就是雪梨干 今天我们就要用整个木瓜 为了大家可以开心一下 这个木瓜我就切给大家看 木瓜最重要就是削皮 皮其实有点苦 坊间也有一个做法,就是连皮一起煮 好,我自己个人就不建议 因为皮其实有点苦 虽然它的维生素也是不少 但如果太苦的湯,你喝下去也不舒服 所以大家尽量削皮 而且现在的木瓜是比较便宜 又漂亮,所以尽量用这些食材去保养身体 皮那里我建议大家,如果不介意 它会比较深 因为刮得太浅 始终那个虎就不能脱 至于狼那里 就像我这里 削掉它便可以了 而且这些木瓜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祖国生产的 它们就未必有 菲律宾那些地方 或者马来西亚那些地方 就是这么香 所以有一些位置 你看到它的颜色都比较浅 你便要牺牲一下 便要把它扔掉 让它的汤会比较清香 如果你是捨得的 你当然是找菲律宾、马来西亚那些木瓜 去煮汤是更理想的 但现在十元百块一个 就可以煮这么漂亮的汤 我觉得就算用大陆货 也未必有坏的 我们就倒一些滚水 我觉得我的汤蛋的效果又不错 而且一早已经蒸熟了 所以就变成它放在冰箱里 又拿出来 那一刻它们的细胞 细胞壁全部爆开了 所以这个汤 差不多一个小时 已经有好溶的感觉 你看 不错 有汤喝 加少许盐 就好了 不要太咸 Bon Appetit 下次聊个 拜拜 转发 diges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